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家庭 我叫胡锤安,我今年17岁,2003年出生,属杨德 我的生日是11月16号,我是越南海防人 我的电话号码是077-8388-876 现在我是高二学生,我是一个看了耐心节省的人 我的优点是认真学习,我会跳舞,会说外语 我在学汉语,我在向根基老师学习,我学到第三课了 现在听说打字还可以,但我想汉字不太好 还要多多练习,希望以后我能说汉语,说得流利 我一定把汉语学好 我的缺点是汉语不太好,笨手笨脚,但是我会努力学习 我的爱好是上网,听音乐,去玩 我特别喜欢去买东西和学汉语 我还要了一只猫,它很胖,很可爱 我是单身,还没有男朋友 我家有六口人,我爸,妈,姐姐和我两个弟弟 我爸爸是电源济师,他51岁了 他是一个本质,帅直,活泼的人 他喜欢看书,去跑步,他不喜欢吸烟 我妈是老师,她在艺术高等学校工作 她的专业是药品,她工作十年了 她很爱她的工作 她是一个周到节省,善解人意的人 她喜欢插花,煮菜,画画 我妈是老师,她在艺术高等学校工作 她的专专业是药品,她工作十年了 她很爱她的工作 她是一个周到节省,善解人意的人 她喜欢插花,煮菜,画画 我姐姐今年二十岁,她是单身,还没有男朋友 她在河内国家大学学习,她学习学得很好 她喜欢唱歌,作品,听音乐,喜欢玩游戏 我有两个弟弟,他们是双胞胎,一个小鼻,一个小鼻 他们都五岁了,他们都在幼儿学习 他们都是一个活泼,可爱,调皮,聪明的小孩 他们都喜欢喝牛奶,听儿童歌,喜欢玩游戏 我很爱国家庭,谢谢大家收看